这条快讯即在岛内引发的恐慌充分说明 民进党当局的谋独挑衅是台海安全的最大威胁 也给台湾民众心理上造成了巨大的阴影 近来民进党当局不断借俄乌局势来渲染大陆的军事威胁 叫嚣战争 绑架台湾同胞来反中抗中 将台湾民众置于免于恐惧而不得的境地 完全是就如自取 这个台湾当局他本性是要谋独 谋独他必然挑衅 那么他一个就是企图欺凌于外部势力来给自己冲击状态 但是事实证明外部势力靠不住 第二他就幻想这个义武来谋独 但是你想 这个台湾那点五倍 说句实话 这个台湾那个军员的水平 大概我这个外行人都看不上 这个完全是 这是非常令地之婚的做法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么搞 只能是死路一条 他们死不要紧 他们不应该拿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民当肉蛋 当人质来绑架 所以我们也再次呼吁台湾民众 不要上他们当 不要上当受骗 还是要回归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 在这里我要指出民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 咸阳谋独 以武谋独的图谋没有改变 他们大肆挥霍台湾老百姓血汗钱购买武器 制造两岸的对立对抗 不惜将台湾民众绑上台独的战车 充当炮灰 这完全是在戕害台湾同胞的利益扶植 一步步把台湾推向战争的灾难 台湾的前途 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扶植 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 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利害关系 拒绝民党当局的裹挟和欺骗 与我们一道来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融合发展来建设两岸同胞安宁生活的和平家园 不存在陆委会所说的 所谓离户登机前无法取得核酸检测报告 那么抵台后需要在再行办理的这种情况 根据疫情防控的要求 搭乘两岸双向航班的人员登机前 均需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为了遏止近期的疫情的扩散 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从4月2日临时起 离开上海的人员必须持有48小时内 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 同时还必须提供24小时内抗原检测的阴性证明 没有上述相关检测的证明 不能离户 往往水绳微酸性电解次第酸水 它能够真的帮助你做好环境跟物品的新销 那像我们中天呢 全天摄影棚呢 都是不停地以水绳物化器来喷这个水绳 保持整个空气的安全 那随时喷的话呢 水绳水手喷这个部分也非常适合 去哪里买呢 都可以到快点go 我们下期再见